末了半课 蓝西晨道 西晨并未听到魏公子要与百家为敌 我蓝氏也并不需要江宗主代表 其他人纷纷附和 魏无羡说 江城 在你心里 我到底算什么 江城道 你什么意思 魏无羡闭上双目 心中下定了决心 看着江城 道 江城 我魏无羡云梦家袍 清心灵也早损毁 更无迈身契约在你江室 从此一别两宽 各自安好吧 本以为这人会费尽心思来哄自己 求自己让他回云梦江室 却不料这人真的就这样要走 如果怒火有形 江城现在周身的火焰应该有十丈高 他正要开口再骂 呜呜 兄长 蓝西晨道 旺姬 你先扶魏公子去休息吧 这里为兄来处理 蓝旺姬一礼 扶着十分虚弱的魏无羡回去了 魏无羡与江室的恩恩怨怨 自上次旺姬带他回去找荣老看过之后 蓝西晨便留意打探 结果让他大开眼界 在他看来 魏无羡已不欠云梦江室 毕竟再大的恩情 都抵不过一颗上好的金丹的回报 那是一个人全部的修为与光明前途 更何况这位公子归来后还追杀了温朝 温竹刘 让江宗主有机会首任仇人 后面更是帮他夺回了云梦地区 这恩也算是报完 再加上旺姬对魏公子十分关心 如能将人留在蓝氏 也是蓝氏的一大战力 蓝西晨解了江城的禁言 道 江宗主 你守执子殿 无故闯我蓝氏营地 还请给我一个交代 江城现在看蓝氏 哪哪有不顺言 但是在蓝西晨面前也不敢造次 只得说 则无君见谅 只是魏无羡就是个祸害 你们蓝氏 当心他给你们蓝氏带来灾祸 这是我蓝氏之事 江宗主请回吧 再说魏无羡 与蓝忘机回去之后 心中如沸水般的翻腾不平静 本以为自己会很难受 不料却有一种解脱了的感觉 上次收回莲花物 秋实说 加入江室的修士中可能有奸细 他便让秋实他们几个暗中探查 确实有其他家族派的探子 他提醒了江城 江城却认为 他想染指宗物 对他冷嘲热讽了一番 收回莲花物 论功行赏 连新家的修士 都有银钱 职位的奖励 他为无羡连一个铜板都没有 小贩上门找江城收账的之后 江城还把他说了一顿 说什么莲花物重建 让他省着点花钱 最让他心冷的是 江家祠堂重建 他心知不能把自己父母的画像供奉进去 便在自己房间里 辟了一处供起来 江城进去大放厥词 让他不要忘本 他是江家 不许他在江家地盘 供奉亲生父母 还有 春华 秋时他们探听消息的时候 师姐 江姑娘和江城的对话 更让他心里寒凉无比 本想着等战争后退出江家 现在江城主动提出来 像是多年来压在心头的石头被搬开了 着实让他心头一松 也确实太累 蓝忘机转身倒水的时间 他歪倒在地 耳鼻口处鲜血流出 蓝忘机大失惊涩 上前抱起魏无羡 头一次失了哑症 飞奔得朝温晴所在的药房奔去 温晴健壮 让蓝忘机把人放到药房里的床上 检查了一番 在脖子太阳穴上扎了几针 魏无羡便睁开眼 见到自己又被扎了 好叫起来 温晴嫌他太吵 一针扎到了雅学 才换来了片刻的安静 不理会魏无羡那控诉的眼神 将他周身大学扎满了银针 江宗主将他的师兄逐出家族 还污蔑他与百家为敌 把人得气蹊跷流血之势 很快传遍了摄日同盟军 有的笑着江宗主真的没有远见 小度机长 居然舍得下那战功赫赫的师兄 有人对江城此人颇为不齿 也有人想着这魏无羡现在脱离江家 也算是散修 想办法招揽回来 那是家族的一大助力 很快地关于魏无羡在江家种种待遇 江家带若亲子的流言 魏常泽不是家仆与夫人藏色散人恩爱有加 于夫人不休口德 肆意侮辱王者 江宗主任由汉父胡闹 海家大流言的传利度等诸如此类的传言 是沸沸扬扬 江家本是被灭门的家族 因着魏无羡的战力 不过几个月时间便收回了云梦地区 重建了云梦江市 现在浙江宗主既然把人往外推 百家心中一边吃笑江城的目光短浅 一边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 期望能把魏无羡招揽到自家去 休养了几日 魏无羡的脸色好多了 听到这些流言 心中一带 信不走走 剑蓝旺姬正和蓝西辰 在大帐内说话 也走了进去 泽吴君 蓝湛 魏公子 坐下了说一会话 蓝西辰忽然道 魏公子 你是旺姬唯一的至交好友 我可以称呼你无羡吗 魏无羡一愣 道 泽吴君随意 怎么称呼都行 蓝西辰晚耳一笑 道 吴县 你也不必择无君教的那样身份 可以叫我西辰 或者大哥 这 有的选吗 魏无羡赴菲道 西辰这个称呼 怎么想想都叫不出 还是选另外一个吧 于是乖巧地喊道 蓝 大哥 新德哥弟弟的蓝西辰 看起来十分高兴 说 吴县 你刚才进来 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 魏无羡自己确实很困惑 便说 我刚听说 一些关于我父母的留言 不知道哪些为真 哪些为假 蓝西辰道 老江宗主 没与你说过吗 魏无羡摇头 说 从未提起 最多就是一句 常则是我兄弟 便没下文了 我年少流浪 父母的样子都记不清 还是蓝先生所赠画像 才让我能够缅怀父母 蓝西辰不料想是这样 说 叔父与两位前辈皆是旧时 你见到他可以去问问 魏无羡说 多谢蓝大哥 蓝西辰又道 无羡现在自由之人 有何打算 魏无羡说 我本来打这摄日之争 就是为了给江 报仇 帮江城重建云梦江市 现在筹报完了 江城的江市也建好 我暂时还没有打算 也许除除碎 做个散修 蓝西辰说 无羡若心意挤定便罢了 如果要加入世家 别忘了优先考虑蓝氏 魏无羡念头转了几转 想到去别的家族 他便浑身不自在 若去当散修除碎 便得和蓝战分开 最近习惯和蓝战一起 蓝家从开始对自己就不错 费心费力给自己调理身体 只除了蓝大哥既然开口 无限自然遵从 只是我所修之法 蓝老先生他 会不会让蓝氏遭人非议 蓝忘记说 魏英 虽修非常道 但行正义事 你很好 看到弟弟急切的样子 蓝西辰心中一阵好笑 难得呀 自从无羡出现之后 忘记的表情都多了 人也生动起来 轻咳一声 蓝西辰道 无羡不必妄自菲薄 只要你自身持正 不做伤天害理之事 蓝氏自会护着自家的人 于是 为无羡成了 姑苏蓝氏最年轻的客亲 蓝西辰以狼牙战士稳定 不需那么多人 知缘为由 让蓝忘记 带着他回云深部之处休整 魏无羡本就急切地 想去找蓝启人 问问父母的事 听从蓝西辰安排 当天晚上就和蓝忘记 出发回姑苏 所以并不知道 听到流言的江城 怒气冲冲地 再次到蓝氏营地 去找他 被蓝西辰给赶了出去 见到蓝启人 先是感谢了一番 他赠双亲画像之情 而后询问父母之事 从蓝启人口中 他知道了 父亲在成亲时 就已经脱离江家 成为了散修 与母亲恩爱有加 只是突然身云 确实让人意外 具体情况 蓝启人也知道的不多 只知道传说是在 遗陵丧生 具体时间 地点 以及相关细节不详 魏无羡沉默了一下 再次向蓝启人致谢 心中的疑惑解了大半 将僵士放到了一边 宇兰忘记一道走出去 来到藏书阁 想到求学时 在藏书阁抄书的日子 魏无羡心情稍微缓解 只是这里损毁严重 现在尚未见好 蓝忘记带他七拐八拐 到了一个地下室 蓝忘记要找一些东西 让魏无羡自行翻阅这里的书籍 说是蓝启人允许的 魏无羡不明所以 不过有书看 他也不排斥 更何况 这里的书都是不曾见过的 有些还是禁书 这让他喜不自禁 一头扎进书海里 小小的房间里 一个坐得笔直 翻页细看 学霸的样子 另一个 拿起右手边的书翻得飞快 然后扔到左手边 不过一下午 他身边已经放了很高的一摞书 直到听到钟声 两人才回过神来 以至晚善时间 魏无羡扫了一眼蓝忘记面前的书 心下感动 这都是些关于金丹 灵脉相关的书籍 两人如是这般过了七八日 蓝溪辰发信 让他们速归 仗 还是没打完呢 这就是这种关于金丹 这就是这种关于金丹 的关于金丹